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兴 她担心会迟到 所以急匆匆地赶路 哇尼跑起来了 哇尼跑啊跑啊 越跑越快 可是 她的小短腿根本就倒不开步子 碰 哎呀 她被绊倒了 摔了一颗大跟头 然后又爬起来 就在这时 路上有一对行人 是四只小老鼠 他们也在赶路 咦 天 怎么阴了 难道是要下雨吗 哐他 哇尼从天而降 刚好压在没有一丁点准备的小老鼠身上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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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对不起 哇尼说 我得去参加一个生日聚会 要迟到了 可是我就是快不起来 怎么办呢 友好的老鼠们 原谅了哇尼 还七嘴八舌地帮他出主意 我也办法了 老鼠小姐喊起来 就用这些大气球 你可以飞到那里 老鼠们把气球绑在哇尼的嘴上 树小姐 你真聪明 哇尼赞美道 只要能飞起来 我肯定不会知道 哇尼开始助跑 接着 哇 飞起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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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高高的天上 乌鸦夫人也正赶着去参加聚会 就在这时 她看见好多五颜六四的东西飘在空中 那是糖果吧 哇 太走运了 她欢呼着 然后猛扶下去 把糖果吃了个金光 碰 拼 碰 碰 哎呀 哇尼从天上直直地跌到了地上 咔嚓 哇尼重重地砸在了一辆雪橇上 三只企鹅正坐在雪橇上赶去参加聚会 雪橇被哇尼压得粉碎 企鹅们伤心地哭了起来 天哪 怎么办呢 她们难过地说 我们怎么去参加聚会呀 哇尼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她决定带着企鹅们一起走 企鹅们坐上了哇尼雪橇 雪橇越滑越快 越滑越快 啊 啊 啊 企鹅们被高高地抛到了天上 哇尼雪橇还在加速下滑 嘘 咚 蛙尼撞到了大象的屁股了 哎呦 大象尖叫着像蒸汽火车一样冲了出去 嘘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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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象连忙急刹车 蛙尼一下子被甩了出去 正好落在了一只刺猬的背上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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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蛙尼疼得窜了起来 讨厌 他大声叫着 可是蛙尼刚好落到了青蛙家的客厅里 嘿 蛙尼先生 请吃点点心 青蛙尼疼得窜 蛙尼抬头一看 哇 朋友们都到了 大家玩得好开心 聚会结束了 所有人都回家了 乌龟先生带着礼物赶到了青蛙家 可是他到得太晚太晚了